張蟲照教路 養狗性別應該怎樣分配 講起養寵物最受香港人歡迎的 當然是狗 但是當我們真的想養多過一隻的時候 究竟選擇什麼性別來養會好些呢? 如果全部都同性別的話 會不會好易打架呢? 我們東州網就請來 資深神犬師張蟲照師傅 跟我們解答這個問題 哪一同哪一多數都會打架 公同公我會爭做大哥 但是你是狼群的領袖 在這裏不敢打 但是走去會離一局 看看誰還大姐 大哥不在這裏我就打你 借你 一樣會有的 但是要小心 但是如果有時候 他自小一直養大 有了感情就少了 即是如果有一隻大的 一隻小的回來 那他都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但是自小一直玩到大 就很少打 但是有時候都會吵架打 人一樣 重傷都會很少 因為我大哥在這裏喝著他 就不敢打架 會不會有方法可以避免到 即是說主人不在 他們可能會安分守己 不太頑皮打架 如果他很感情的那些 就很少的 有些就他 他自己懂的 懂得生的 狗也懂得生的 我不夠你打我避開他 一打他 用屁股對著他 走到那邊 咬他不理你 他不跟你玩 他不理你